大家好,爱吃一袋小毛俊又和大家见面了 要说韩国顶流女明星全智贤宋慧桥绝对占据一席 同时41岁的二位顶级明星今天都出现在了仁川机场 引发了媒体的围堵拍照 两人因为超级好的状态引起了韩网热议 尤其是素颜出境的宋慧桥更是一度爆浪韩网热搜网前三甲 接下来就和小毛俊一起来看看吧 据悉,全智贤和宋慧桥算同一天现身机场 都是为了出席在欧洲举办的2023年秋冬时装周 但却不是同一个哦 全智贤搭计前往伦敦时装周 而宋慧桥则是搭计出席米兰时装周 说起来米兰时装周是国际顶级时装周 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 意大利米兰时装周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时装设计和消费的情欲表 两位女生都是素面超天穿搭以身秀线为主 看上去有一种朴素亲切之感 当日宋慧桥同样选穿场外套造型 搭配宽裤作为机场时装造型 全身是低调黑色系 脚踩黑色中性靴子 又如黑暗荣耀中的文童一样全身黑 造型中最醒目的则是Fendi米白色的logo围巾 直到围到鼻子只露出眼睛 但看到媒体镜头还是透过眼神散发喜悦并挥手之意 但不知是不是受到前夫宋忠基再婚 好有刘亚人涉嫌细度的影响 宋慧桥的脸上明显带着些许的疲惫 不过当面对机场蹲守的记者拍摄时 宋慧桥伸出小手 竞接打招呼的样子 还是可以看住他的身心状态很不错呢 尤其是宋慧桥那一双微带笑意的眼眸 在严肃感的造型拉扯下 有了一丝可爱小女人的味道 相对宋慧桥的优雅可爱 全志贤更显得爽浪简单 全志贤以巴布拉全球品牌大使之字 受邀飞往伦敦看秀 可能是班级的时间过早 也可能是全志贤本来就随性 透过照片可见他织粉卫视 一脸肃静 直接素颜现身的他 虽然可以让大家看到 他有一些的老太感觉了 笑起来的时候鱼尾文明显 但是全志贤依旧还是很有女神味 基本是素颜现身 一米七四的个子气场全开 丧不影响他巨星风范 而他的整身造型 算是把极简风最完美的感觉展现出来了 全志贤身穿风衣 内大白色T恤及身色宽裤 脚踩运动鞋 不仅让全志贤清新的气质 得到了充分的散发 还展现了成熟女性 干净双浪的一面 全志贤发现记者围拍 也是笑迎相对 即使站在风中秀发凌乱 他也没有积极的躲避记者 他瘤瘤头发 就用双手向记者打了个招呼 全志贤还不忘跟记者们幽默的 来了一个千送一把 撒娇比心 完全没有巨星的架子 不过就像拥有殷勤 一样 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全志贤 太过美丽 引起了人穿机场风的极度 在接受媒体拍照过程中 风吹进了全志贤 散落在两件的黑色秀发 记记实实 遮住了整张脸 仿佛再说 让他停止继续散发魅力吧 据了解 全志贤将飞往伦敦 参加Dana Lee 入驻Babra的首场大秀 将端出何种Babra新作 与全志贤的看秀造型 同样令人期待 而宋慧桥和全志贤 现身机场的照片已经曝光 立即成为韩网热点新闻 引起了大量韩国网友的关注 分分留言表示 哈哈 全志贤太活泼了吧 宋慧桥太可爱了 宋慧桥优雅可爱 全志贤太帅了 等等 全志贤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现在排气不多 可能是把时间挤出来陪伴孩子们 不过全志贤接的广告就是不少 去年不仅成为法国高端时装品牌 Purate旗下化妆品代言人 又拿下国际精品Babra 宋慧桥因热播剧《黑暗荣耀》 再次登上事业巅峰 她的片酬也达到了美籍两亿韩元 宇全志贤同时成为韩国最高片酬女明星 宋慧桥老师是韩国顶级的时尚达人 所以这次去米兰也是展示自我风采 宋慧桥最近资源不错 新剧《黑暗荣耀》口碑很好 虽然和宋忠敬离婚了 但是宋慧桥努力拼事业 也取得了部署的进步 虽然已经41岁 但是宋慧桥这个状态 是不是少年感失足呢 说起宋慧桥与全志贤在中国影明星中的地位 那是国宝级别 也就这两个女人让人讨厌不起来 宋慧桥太可爱 全志贤太自律 完全就是可爱与自律中的优等生 一个凭借电视剧蓝色生死恋被人熟知 一个通过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夜成名 两人都是早期走红 到现在都依旧是人气爆棚的代表 一个演了爆火的来自新鲜的你 一个揭露红遍全亚洲的太阳的后裔 不仅如此 两人的观众缘也都很好 男女老少有同吃 好看的女演员很多 有观众缘的女明星却比较少 既好看又有观众缘 三十几岁依旧能够演女一号 并且可以迷惑各种年龄段的 男女粉丝的韩国女演员 大概只有宋慧桥和全志贤了 岁月也没能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 两人出道至今 容貌依旧美丽 甚至还多了一份成熟女人的气质 宋慧桥恋爱里的赢家 婚姻里的书家 宋慧桥的一心缘很好 好到什么地步呢 看成男神收割机 毕竟 乔美传过交往绯闻的男主角 从李炳县到玄冰 在到Ring 江东元 赵银成 宋仲基等等 每一位都是一等一的男神 也许正是由于异性缘太好 乔美被网友们称为 拍一部戏爱一个的魔鬼般的女人 男神爱爱爱不完地说个机 然而恋爱赢家宋慧桥走进婚姻 却变成了一个书家 他有的婚姻大伙 按照宋慧桥拍戏传绯闻的规律来说 两人必当有恋情传闻传出 事实也的确如此 只是两人不但传出了恋情 还走进了婚姻 婚礼空洞一时 那个时候两人看对方的眼神里 都是满满的爱意 然而两人的婚姻不到两年 便破碎了 离婚后两个人也是各种互私 推卸责任 着实让人惋惜 有媒体报 离婚是因为宋慧桥刚交往婚 便和宋主机好朋友朴宝剑合作拍戏 两人剧中有较多的亲密戏 让宋主机很不满 同时由于工作原因 婚后两人聚少离多 在一起生活后发现性格不合 因此选择离婚 全智贤 智勇双全的气质女神 人人认可的贤妻良母 如果说乔妹是在情场上 闯荡的标杆 那么全智贤就是定下来的代表 全智贤因我的野蛮女友成名 她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演员 演戏是第一位 除了拍戏 对她而言最重要的 就是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 三十岁便与自己亲妹捉骂的 崔俊贺结为夫妻 嫁入豪门 两人的爱情故事 比武装剧还甜 从小一起长大 彼此非常熟悉 崔俊贺有段时间身体欠家 全智贤便放下了繁忙的工作 一直在旁照顾 最后日久生情 从曝光恋爱关系 到宣布结婚 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婚后的全智贤 爱情 事业 家庭 无一不照顾妥当 全智贤在当红时 公布恋情并走向婚姻 婚后每年也只会 接拍一到两部作品 但并不影响 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和实力 203年时更是凭借 来自新线的女中的 千送医又抱红利波 全智贤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过 老公崔俊贺 看到她和别人拍吻戏会吃醋 所以她尽量不看吻戏部分 而全智贤也表示 知道老公会感到不舒服 所以更想通过努力工作 来哄她开心 不工作时 全智贤也会亲自为家人准备食物 温柔贤惠的全智贤 得到了婆家人的一致认可 崔俊贺的外婆林希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一直狂夸全智贤气质优雅 厨艺一流 宋伟侨在事业上是个狠人 他仰的会议爆火后 和宋仲基步如婚姻殿堂 不到两年便劳烟纷飞 离婚后 宋伟侨被潜伏的一系列操作 送上风口浪尖 状态肉眼可见的便差了 但是终于在今年 他凭借黑暗荣耀重归巅峰 但全智贤 从事业到家庭一碗水完全端平 只能说爱情没有对错 也许宋伟侨更像个小女生 一个倾向于自由的恋爱 一个钟情与美满的家庭 同为韩国娱乐圈顶级女神 虽然全智贤和宋慧乔 在事业上不相伯仲 但是在个人感情方面 宋慧乔则比拥有两个孩子 家庭和睦的全智贤 稍逊几仇了 希望他早日密德家欧 做一个幸福的妈妈